大家好欢迎来到10万的频道 截止到3月3日 电影周楚楚三害票房已经突破了一亿 今天我们就来解析一下 这部2024年开年的第一猛片 首先这部电影的名字 借用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教育典故 讲述的是佛教的概念 贪欲 称恨 愚痴这三毒 分别用三种动物来象征 影片中的鸽子代表的是贪 这点我们在十大通缉犯排名第一的林路河 所著的书籍上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他地下室的墙壁上 也有鸽子的象征 而代表称的是蛇 我们可以从香港仔的手臂纹身上能看到 还有代表吃的猪 在男主奶奶送给他的手表 和街尾小美给男主西装上的缝补也有标志 但是这部电影好就好在 它远远不只讲述了这三害和其中的利益关系 因为除了三害外 电影中还隐藏了诸多影视的细节 其中就包括隐藏的第四害 而这第四害的存在 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害的恶行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带给大家的 就是在电影周暑除三害中 我放慢十倍速后 发现了十几个细节和彩蛋 如果你是初次来到10万的频道 还请别忘了点下那个免费的订阅按钮 或者点个赞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不胜感激 细节一 男主桂林仔在影片的一开始 除掉了两个黑帮老大 然后他扔掉了自己的枪 但是紧接着就被警员成灰盯上 那么这里的细节大部分观众可能会认为 陈辉警员在电影中完全是多余的 但其实这个角色才是影片中最重要的人物 因为男主扔掉了自己的枪 就已经在暗示他不准备再杀人了 但陈辉却没有去管屋内那些十恶不赦的黑道人马 反而盯着桂林仔不放 导致男主又从陈辉那里获得了一把警枪 这种转变也让刚开始他手中握着的那把杀人的枪 变成了执法的枪 在影片最后 陈辉玲又将陈辉的警枪归还于他 代替他完成了执法 所以扔枪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导演甚至给了三秒钟的特写镜头 也就是说能不能看懂这部电影 取决于你能不能看懂这个细节 细节二 陈辉的眼睛在打斗中被桂林仔弄瞎 这一幕其实挺谢心的 肯定会让不少观众感到不适 十万这里就不特写了 不过很明显瞎了一只眼在这部电影中 并没有起到任何推进剧情的作用 因为警枪被抢早已就是巨大的耻辱 所以陈辉势必会穷其一生 通缉归临仔 因此眼瞎的强调镜头完全没有必要 不过瞎了一只眼 是否也是在暗示着什么呢 相信观众也都心里有数 毕竟有的时候 坏人之所以能支手遮天 就是因为某些人瞎了一只眼 细节三 影片的结尾 桂林仔剃掉胡子的短发造型 其实跟电影一开始时之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结尾时的他 已经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一切 无怨无悔了 细节四 影片的一开始 桂林仔明明可以一枪抱头黑帮老大 但是他连续几枪打中的 都是非知名的伤口 比如左手腕右下腹 直到最后一枪才直接击中头部 这其实也是给观众传递了男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并非饥饿如仇 而是代表着三毒中的痴 也就是一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对那些有害于自己的人的报复 符合他们的心意就产生贪心 不腐蚀就会产生恨 其实说白了 男主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当他太过于追求以自我为中心 任何稍微得罪过他一点的人 都刺牙必报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痴的表现 细节五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笑的细节 就是当桂林仔被警察追时 撞翻了菜市场大爷的摊位 于是这位老大爷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 细节六 陈桂林为什么多次故意解开自己的鞋带呢 其实解开鞋带 首先是可以在重新系鞋带时 借机观察周围的事物 还有就是在陈桂林所居住的楼内 可能会有其他的住户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蹲下 假装系鞋带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脸被别人看到 当然在系鞋带的同时 也可以听听有没有脚步声在跟踪自己 细节七 拜托不要插管 这里黑道医生之所以会说不要插管 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观众在结尾得知 患上肺癌的其实不是桂林仔 而是黑道医生 所以黑道医生由于自身也已经病入膏肓 让他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要知道插管就意味着病人无法自主呼吸 所以到底是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还是插满管子像机器一样 没有质量痛苦的活下去呢 很明显黑道医生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选择 而他也因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所以利用了陈桂林的愚痴 想让他去自首 但是没想到最后竟是一举三得 除掉了三害 细节八 陈桂林在电影中连续扔出了九个圣杯 也就是脚杯的一正一反 这代表着同意 可行 通常扔出三个圣杯已经是难得 而连续扔九次都是一正一反的概率 其实只有0.2%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有99.8%的概率中奖 但是却没有中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比较搞笑 就是当陈桂林自首时 旁边排队的老太太还对他指手画脚的 好像是在说 你小子不讲规矩啊 赶紧去排队吧 细节九 陈桂林去警察局自首的这段戏 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本来是想晚上去自首的 但是却发现没什么观众 所以他等到了第二天人最多的时间段 想轰轰烈烈的让大家都知道 他陈桂林自首了 但影片最大的反转也在此处 不仅没有人在乎他是谁 甚至连通信令上 自己的画像也只露出了半张脸 其实这里的剧情也很简单 就是老子为什么不是第一呢 这其实也是三毒中导致吃的两个执念中的我执 我执就是对自我的执着 自大自满 见不得别人比他强 细节十 排名第二的香港仔代表着三毒中的称 用蛇来象征 称就是没有称心如意 就会发脾气 不理智 嫉妒心极重 香港仔将小美视为自己的逆鳞 任何人表露出一点想法都会被他视为敌人 不过这也是他的弱点 嫉妒心远大于一切 因此他到死还以为男主是为了小美找上门的 所以放低了警惕 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男主的目标是自己 比他蛇一般的警惕头脑 其实未必会死在男主手上 到头里说不定灾的人会是男主 那么影片中也有这一幕 在他关上灯后 像一头毒蛇一样 眼睛里发着绿光 从屋内小心翼翼的探出头来 细节十一 香港仔死前 问男主为什么要杀他 男主用枪指了指自己眉毛上的疤 这个疤是之前香港仔在要挟男主时留下的 也就是说香港仔到死都没能知道自己的死因 对这种处事万分小心 动不动就要搬家避险的人来说 可谓是最耻辱的死法 细节十二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小美这个角色 在结尾 小美继承了男主送给他的小猪手表 也继承了吃 吃其实也是一种愚昧无知 名誉事理 认为别人对他好 就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对方 就像小美的母亲一样 香港仔从另一个男人手中救下了小美的母亲 于是母亲就把香港仔当作自己的主人 为其奉献一切 这其实也是因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 就像当初男主和他的老大之间的关系一样 甘愿为老大拿着手榴弹上门讨债 所以小美这个角色与男主之间 就是两个为别人活着的人 彼此找到了些许依托 当然说实话 我觉得小美这个角色 除了凸显出香港仔的性格之外 其他的戏份有点多了 细节十三 陈桂林之所以能找到排名第一的林露何 是因为这本书的背面有标写出书的地址 并且书中的最后一页也写出了三读 贪 称痴 这个应该大部分观众都看到了 但我觉得还是点出来比较好 其实林露何这一段前半部分拍的是真的好看 因为作为观众 在林露何拿着自己母亲的骨灰回到自己房间中之前 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没有怀疑过这个人尊者的身份 事实有时就是如此 你根本无法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男主无意间听到这四个人的对话 相信他一辈子也会被林露何催眠 成为他的追随者之一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名嚣张打男主一巴掌的人 后来也因为贪生怕死的趁机跑掉了 细节十四 那么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一下电影中的长发男 长发男是男主在这个环境下第一个杀的人 在外面扫地的他就这么被秒了 但其实当初捅男主一刀的人正是长发男 还有就是最后被男主逐个击破的追随者 这些人都是杀人凶手 因为他们那一句一句的杀 最终迫使那位年轻的母亲自尽 而那些当天过来听课的人早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跑掉了 所以男主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细节十五这里再简单说一下林露何 他是三毒中贪的代表 象中的动物是鸽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鸽子的画面在电影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 这里所说的贪其实并不仅仅说是贪财 是对于外界的一切可遇之物都贪 这种的诠释是他连男主奶奶的手表都不放过 这些很显然是没有任何用途的物品 但是吴彦族的追求 占有的欲望 让他想取之一切能取的 而林露何的裤带里其实也一直都藏着一把刀 他不仅要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 而且还会除掉一切自己得不到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男主将所有物品放进箱子时 那旁的人还在那里摘木条 相信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这些木条最后会被制成自己的棺材吧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影片的一开始我们说到 除了贪嗔痴这三毒外 电影中还隐藏着第四个毒物 这第四个毒物叫权力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拥有一点点的权力 就可以决定他人生死的世界 男主用他从陈辉警官那里抢到的权力 决定着这些人的生死 排名第二的香港仔利用别人的弱点 支配着那些在他管辖之内的人 排名第一的林露何则更不用说了 成为所谓的尊者后就认为自己拥有支配这些人生死的权力 连个小孩都不放过 还有就是黑道医生 利用自己的身份操控了男主 这些人其实都仅仅只有一点点的权力而已 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电影想要说的 不仅仅只是贪嗔痴这三毒物 电影中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 而真正能解脱的 只有接受那个原来的自己 那个自己也曾憎恨过的自己 好了这期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